好 今天晚上的社會焦點 明明桌子上面擺放五百塊錢 可是不翼而非 那麼隔壁桌呢 把五百塊錢撿走了 現在恐怕吃上侵占罪 這個事件就發生在台中 這名男子呢 當時在小吃店用餐 他一邊等著餐點一邊滑手機 他沒有注意到呢 因為電風扇的關係呢 所以把這個五百塊錢都吹走了 結帳的時候找了半天 都找不到五百塊 事後呢 他就調了監視器畫面 發現了隔壁桌的男子 明明看到錢撿起來 沒有提醒他 所以呢涉嫌侵占 現在隔壁桌的這名男子 為了撿五百塊 可能要被罰一萬五耶 男子在小吃店裡邊滑手機 邊等餐點上桌 等會準備結帳的五百元鈔票 就這樣放在桌上 結果電風扇一吹 錢就這樣被吹走了 飄到隔壁桌的桌底下 男子眼睛還是盯著手機 錢飛了都不知道 但是隔壁桌客人剛好拿醬料 走回來看到了 這座的客人 我覺得他是有看到的 然後他用腳要先去踩 然後沒有踩到 然後再來用外面下去撿 吊錢的男子還沒發現 一邊吃著控肉飯 眼睛還是盯著手機瞧 吃完飯終於發現錢不見了 開始四處尋找 椅子口袋看過一遍 直接發聲詢問 原來錢早就被隔壁桌客人 撿起來之後就壓在餐點底下 最後吃完時直接帶走 吊錢的客人先回家拿了錢來付帳 再請店家幫忙調監視器 這才真相大白 調閱周邊監視器 以鎖定特定人車 將技術通知其道案說明 男子的行徑全被監視器 派得一親二處 被害客人報警提告 侵佔遺失誤罪 這下可得持上官司 實在是得不償失 記者張一智台中報導 請 aussi 妙 呻 呻 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